严相 放心 我不会因为这点挫折 就放弃自己的梦想 我会坚持自己的信念 永远力争到底 你怎么严相 我没事 我不是告诉过你要多休息 怎么会那么不爱惜自己啊 医生 她到底怎么了 医生 丁总 你请回吧 我要休息了 医生 她到底什么病啊 丁总 我要休息了 你以后也要 COM 你还落后 都没有 就什么事 把她的病人都已经不可 有关来 你不说她 这么说 你这么说 我没有说 你也不会是 相信你已经把结果告诉眼下了 那好 还请丁总 把新放回到D.I.集团的上市上 至于他的离职 交给我来处理 时间也不早了 你也早点回去 明天公司见 你是病人家属吗 不 那你就是他男朋友吧 你也太不注意了 你女朋友是因为劳累过度 肝功能异常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有可能会引发肝癌 该不会 又是这个问题吧 我知道你不喜欢言下 但你也没必要在公司的股东会议上 提议和言下比赛 只要是公平的比赛 就不怕被人输 怎么 你担心我会输吗 站在公司的立场 谁输谁赢并不重要 完成D.I.的上市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的设计 能和言下的设计相结合 那么我相信 后两季度的业绩绝对没问题 이션止 只有免成D.I.上市的目标 温香才能真正属于我 当我仰望迪爱大楼时 我才发现 自己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如果有一天 登上顶峰的时候 我是否真的能够站稳脚跟呢 蔡宁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如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请你谅解 我知道牧总监也不喜欢我 所以麻烦你 替我跟他说声谢谢 蔡宁 五分钟之后通知设计部开会 是 牧总监 我送你啊 不用了 谢谢 拒绝别人的好意呢 是一种不礼貌的情味 虽然我们在DIA当不成同事 但你也别忘了 我还是消失光年的股东 上车吧 我最近听说 你们DIA内部举办立场比赛 而比赛的胜负是选择开除设计师 闻笑 这未明也太荒谬了吧 以DIA目前的状况 想要独立上市的机会 微乎其位 如果真要上市的话 只有并购 成为别人的子公司 可是并购并不是我想要的 那你为什么会同意这场比赛呢 这场比赛并不会改变现状 只不过是更改了设计部的工作模式而已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 你不明白没关系 但你放心 我可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喂 何贝 牟总监 这是我们筛选出来的 这一季度的设计稿 你确定这些都筛选过了 有些是丁总确定的 您如果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不用 我自己跟他说 好 这季男装部分先确定 也就是这次比赛需要的设计稿 我希望最迟后天可以看到 至于女装部分 我明天会交到你们手中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的话 就散会 这么着急找我 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线索 没有什么线索 不过我好像暴露了 怕如果再跟下去的话 反而会断了线索 这件事要不先暂缓一下吧 行 先暂缓一下吧 随时等我通知 好 如果剽窃者不是牧尘 那河辈怎么会被跟踪 终于脱离苦海 这个结束意味着另一个开始 说得好 不过说到这个我是要批评的 批评我 我怎么了 你该不会是还在怪罪我 没给你当模特的时候 我 我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 那你度量这么大 还怪我什么 怪你当初不该找我改衣服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就不会进迪埃 你要这么说的话 确实要怪我 许莫辰 其实有一点我不太明白 你看 你这么有名的一个模特 怎么会找到胡同中不起眼的消失光年呢 这个要感谢你的闺蜜聂斯奇了 要不是她在网上将你的店铺信息发布出来 我怎么会找到你呢 我都忘了她 对对对对 聂斯奇特别喜欢你 在医院那天 她知道你要来等着你一晚上 可我不喜欢她 许莫辰啊 你在大众眼里是个暖男 你不可以这样说话 伤人哪 对对对爱情不能委婉 必须至极 看不出来你还挺狠心的 该不会是跟丁文孝学的吧 他不是我学习的对象 我和他不一样 对 千万别学他 那个人的脑子 今天咱们不提他了 今晚咱们合个同款 来 干杯 干杯 你干了我随意 凌珊 这么晚来有什么事 我是你的未婚妻 就算晚上来找你 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我怎么听你说话 带着气啊 我能不生气吗 阎下都已经被开除了 为什么还选她的设计 当夏季新品 我之所以用阎下的设计 是希望你们的设计融合 而并不是全班照她的来 比赛时已经证明了我的实力 我不需要借助手下败将的设计图 来完成迪爱夏季的设计 我知道你讨厌阎下 但是对于她的设计 你总不能否认吧 你别先急着否认 当我穿上她的衣服 走上梯台的时候 我留意了你的表情 如果你站在我的立场的话 你就不会这样想 那你站在我的立场想过吗 为了迪爱上市 你掩埋我们的感情 看中一个外人胜过我 我只是在完成 我对我父亲的承诺 那我帮你完成 还有 别忘了你对我的承诺 再坚持一会儿 没事 你喝了那么多 能不难说吗 我到了 谢谢你啊 跟我客气什么 以后有什么烦心事 随时找我 拜拜 拜拜 等一期半妥 唯款立即支付 没问题 听紧资料上的人 我要知道 关于他们两个人的一切 哎哟我的天哪 这孩子怎么了这是 哎哟 我不是伤身 是伤心 不是 宝贝啊 这好好的伤什么心啊 我没有办法把爸爸留下的手印 让全世界看到 我承诺过爸爸 可是我根本就做不到 哎呀 你这傻孩子 傻孩子呀 别哭啊 谁让你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呢 妈 尽力就好 别勉强好吧 我是不是很没用 你可是咱们家的顶梁柱啊 可是 我撑不住了 我想爸爸 别哭啊 别哭 我跟你说 你说你弟弟要有 要有你一半的心 你就不会这么辛苦 我一定要想办法 让灵山和炎夏的设计 在下季度的新品中共存 丁总 您需要的资料 要是有人问我 你就说我去和厂长开会 是 丁总 早知道喝酒头会这么疼 昨天就不应该喝那么多 丁总 你回来啦 我这儿正好有件衣服 我想要修改一下 你看我这个裙子 买短了 我想加长一点 又怕不美观 你帮我看一下 怎么修好 这件衣服呢 可以在腰上加一些修饰 加强腰身的点缀 材料可能会不同 但是更有设计感 真不错呀 不愧是DI的设计师啊 那这件衣服就交给你了啊 两天后我来去 好吗 好 您放心 好 DI设计师 那都是过去了 欢迎光临 丁总 这么快就投入工作了 爸 一切当案计划进行着 你失去的 我很快就帮你夺回来 我一定会帮你夺回来的 离职的时候 你是不是忘了跟我告别了 丁总 不是 我现在已经不是DI的员工了 应该叫你丁先生 麻烦你能不能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不能 我说你烦不烦啊 你不是承诺过不追求我剽窃的罪名了吗 我现在是自由之身 跟你跟DI都没有任何瓜葛 的确 你跟我没有任何瓜葛 剽窃的罪名也洗清了 但不代表你自由了 怎么 想绑架我 绑架人可是犯法的 犯法的是我不做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比赛输了的确要离开DI 但不代表你能摆脱DI 只是换了工作地点 别忘了你跟我签过什么 不平等合约 如果通过实习 将成为DI正式员工 合同生效后五年内 必须以DI集团为重心 禁止转让转载一切设计 否则 将追究法律责任 啊 你是说我通过实习 成为DI的正式设计师了 所以还请你履行合约 否则 追究法律责任 对不起啊 情分过头了 我接受 对了还有 你必须在今天内 补齐拖欠公司的所有设计稿 没问题 你 丁总 这个是不是有点为难人了 如果你能在今天之内补齐 奖金五万 前提是十二点之前 过时不后 没问题 为了五万我拼了 是 蔡宁 十分钟之后 你去通知设计部开会 是 许先生 这么快就进入备战状态了 设计部已经晚交设计稿了 我不想DI上不了试是因为我 如果你是为了DI上市这么做的话 我也很开心 但实际上 你这么快地投入工作 应该是怕失去 文啸队吧 我不想讨论这个话题 我去开会了 灵珊 你对文啸付出的越多 带来的伤害 就越大 好 这个音响 还真是个才名 虽然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为了能还上欠许墨尘的五百万 我也得拼了 周琴来我办公室 男装部分 还是缺乏时尚要素 可以再加强 至于女装部分 你们手上现在拿的是我的初稿 我希望你们以此为基础 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设计稿 设计部进展怎么样了 沐总监恩正在捡楼密鼓的开会 我相信很快就有结果了 灵珊要是提前交稿 那沿下的设计稿 不就等同白费吗 新品有可能再面临和上级度相同的状况 我必须要加快动作 赶在交稿之前 丁总 我知道了 你就帮我准备送苗纸和花笔 马上送到我家 是 丁总 还有 帮我去会计部去五万块现金 好 我这就去办 丁总 别让我失望 还有十张 现在还有七个小时 拼一拼 应该还来得及 怎么 是担心我们设计部交不出来设计稿 还是专程来关心我的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的能力 从来就没有怀疑过 那就是专程来关心我的喽 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难道都不值得换来你一点点的关心吗 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 在你心里 到底是迪爱重要还是我重要 你和迪爱在我心里 一样重要 有时候 凌善 关于这次新品的发表 我有一些个人意见 明天上班的时候交给你参考 你什么时候对设计感兴趣了 只要是关于迪爱上市的一切 我都感兴趣了 好 不过要有设计理念 而且跟我的不冲突 XL号已经受庆了 这个版型上身的话 还是仅深点好看 一般我都建议买小一码 根据您的身高体重 L号应该更合适 我也觉得天生的好看 就L号吧 我现在就拍 好的 收到了 如果效果不错 请五星好评哦 谢谢 这么卖命啊 你走路没事 你干嘛半鬼吓人啊 我这么帅哪像鬼啊 我真没看出你哪帅了 帅不是看长相 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 那才叫帅 倒是你 别跟他言下学 你想让整个九条街都 以为你是个汉父啊 你才别跟他丁维孝学呢 偷看我工作 这是变态啊 我哪变态了我 跟他比我好多了我 倒是你 没义气 他都把言下开了 你还替他工作个什么劲啊 我哪没讲义气了 那么高的利润 我把丁维孝的钱 赚到自己的口袋 不就是最好的报复吗 能把见前眼开说得 这么一泊云天的孤望金来 就捏死起你了 快给我走开 快给我走开 我工作了 谁啊这个时候打电话 真会挑时候 喂 丁总你放心 我一定会在十二点之前交稿的 我当然相信你能按时交稿 因为 为了五万块 一会儿我来消失光年曲 没问题 但是 别忘了五万块 放心忘不了 好那我不跟你啰嗦了 我还在忙 拜拜 这个家伙 肯定为了奖金还没有吃饭 你 丁总你怎么来了 我马上完了 最后一张 我 丁总我 我整份夺表画的设计稿 你为什么不珍惜啊 这张算我的 你完成了 吃了吗 奖金 别担心奖金少不了你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 是 把饭吃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饭 她告诉我的 妈 你怎么还没睡啊 你姐没回来 我不放心 你说 她都不在那家铺公司干了 怎么还不招家呀 八成是消失过年的活儿比较多吧 妈 别担心了 我现在就去店里帮你看看节 好不好 好 丁总 你是不是专门来给我送宵夜的 你想多了 我和朋友吃剩打包的 没错 看起来挺新鲜的不像啊 好了这不是重点 来说说你的设计理念吧 我的设计理念是这样的 我是围绕 动灵少女容颜的明星来做的设计参考 整体的概念呢比较简约 而且颜色偏暗 但是局部的设计会有点复杂 我会在胳膊上加一些条纹 或者是在腿部加一些条纹 那人是谁啊 干嘛偷陪我姐啊 又是这部名车 我姐加班有人陪 难怪不着急回家 看看吧 好 效率不错 角度选得也挺好 你满意就行 千万不要松心 我办事 你放心 跟踪你的律师 现在已经取消了行动 还有那个颜夏 在拼命地画什么图 而且丁文啸特别的重视 要不是这次行动差点被发现 我肯定会得到更重要的信息 颜夏还在画设计稿 难道丁文啸打算暗度陈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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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你祝你好 好 我只是五座 玩意 你去看宅链 不是你在宅链 毫无意 你去看宅链 毫无意 我去看宅链 我去看宅链 那天天天啊 花头这货真不是我能干的 我口渴 你先坐一会儿 我去拿 我去拿 最近好像有人跟踪我 你说谁这么无聊 吃饱了撑的 你坏事做多了吧 我能做什么坏事 对了 公司不是催着交稿吗 眼下现在已经不在了 但下一季度设计稿怎么办 我跟林善已经商量好了 你还有事吗 要没事你今天先回去 我有点困了想早点休息 我这屁股还没坐热 你就下逐客令了 改天我一定陪你聊通宵 行吗 改天就改天 记得把门带上 这一灵山的功力 不可能看不出是眼下的 看来投机取消的方法不行 我果然猜得没错 丁文肖 你还真有办法 让离开迪安的言下 帮你换设计稿 要是让林善知道了 那会是什么反应 只能靠自己学着话了 林善 我知道你不喜欢言下 但你也没必要在公司的股东会议上 提议和言下比赛 只要是公平的比赛 就不怕被人输 怎么 担心我会输吗 这次比赛 第二全体员工都会参与投票 但我想设立五位评审 丁总 你想找哪五位评审 如果想让公司上市的话 只能是牧总监一 从个人的角度 我更想知道言下的实力 但迫于公司的上市 我们只能选择牧总监 言下身上是有闪光点 但作为企业 闪光点是不够的 所以为了低爱长远的发展 牧总监才是最佳人选 一时的成功不代表永恒不败 只有长久的洗礼 才能显现真正的价值 所以我相信在您的心里 应该比谁都清楚 莫辰 我想请你当林山的模特 你做这样的决定 不是摆明了让严下出局吗 这你不用操心 您只要按照我的吩咐 去做就行 行 丁大总裁 那严下那位的模特 有什么安排 这个跟我没关系 丁总 我有点不明白 这严下 是您亲自招聘进公司的 可这次比赛 您却站在牧总监那边 难道您后悔招聘言下 想利用牧总监开除他 周琴 难道在别人眼中 我就真的这么工于心机吗 这不是咱们讨论的范围 至于模特嘛 我倒有个人选 谁 低文姓 算了吧 算了吧 你看他那张冰冷冷的脸 一点亲和力都没有 如果让他走梯台 那台下的人 估计早就结冰了 我最近听说 你们DI内部 举办了一场比赛 而比赛的胜负 是选择开除设计师 文肖 这未明也太荒谬了吧 这场比赛 并不会改变现状 只不过是更改了 设计部的工作模式而已 最后 以成本和利润 以及市场的接受度 新进设计师 言下和牧总监 仅四票之差 恭喜牧总监胜出 谢谢你这段时间 对我的照顾 如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请你谅解 我知道牧总监 也不喜欢我 所以还请麻烦你 替我跟他说声谢谢 丁先生 麻烦你能不能 不来打扰我的生活 不能 我说你烦不烦呢 你不是承诺过 不追求我 剽窃的罪名了吗 我现在是自由之身 跟你 跟DI没有任何瓜葛 的确 你跟我没有任何瓜葛 剽窃的罪名也洗清了 但不代表 你自由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 如果通过实习 将成为DI正式员工 合同生效后五年内 必须以DI集团为重心 禁止转让转载一切设计 否则 将追究其法律组 姐 什么事情啊 说 昨晚我看见你一个一个男的在店里零距离 我 胡说八道什么呢 啊 我告诉你 我们那是工作 这件事情如果让妈妈知道 小心我弄死你 说 什么事没跟我说 哦 没事儿嘛 没有 这是我的想法 你觉得怎么样 这是谁画的 我画的 这画风怎么像是幼稚园呢 画图不是我的专长 抛开画工 你觉得用洞灵少女明星做理念怎么样 以暗色元素为色彩基调 加上些亮色系的点缀 这个想法不错 我会把它融合到这季的设计中的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文啸 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吧 我知道 你不善于表达感情 但是我能感觉得到 你放心 我一定 会将你和我共同的设计理念 融合到夏季的新品中的 你们再谈事情啊 那我晚点再来 没有 我们聊完了 我还有事你们聊 文啸怎么突然对设计感兴趣了 这有什么奇怪的 当初比赛的时候 我不是也采纳你的意见了吗 你确定 这是文啸的想法 可我怎么看那设计理念 有点像言下的 别挑拨离间啊 更别在我面前提言下 不提的 我今天来呢 是要送你一份礼物 店员都是模特儿 穿的店服也都是你的设计 来店里交流的客人 都会注意到你 木陵山设计的DI品牌 将好是打造成一个 真正属于设计师的 独立交流平台 不受任何公司束缚 这儿的会员都是 时尚博主推手 还有造型师 还有投资人 我可是倾尽了我多年 在时尚圈的人脉 时间 还有梦想 以及 对你的感情 凌珊 这是一份梦想的礼物 你应该不会拒绝我吧 我不拒绝 好食这份礼物 凌珊 你梦想的圣地 只会成为把丁文啸 赶出DI的工具 你要是知道了 会难过吗 哦 穆总监 关于下季度的设计 我想略做修改 以暗色元素为主题 加一些亮色系的点缀 融入到我们以往的设计中 可是 穆总监 这个跟我们以往的设计风格 不一样啊 的确是不一样 我想突破一下 改变一下DI 那些以往前卫大胆的设计 丁总 您要的五万块现金 丁总 怎么老是神神秘秘的 奖金无碍 要不要说说 不用 我相信丁总 你的设计被DI采纳了 将会在下个月 DI的新品发布会上发表 穆总监接受我的设计了 这个 没关系 你不想说就不用说了 我也不勉强你 只是之前我在DI工作的时候 造成你跟穆总监之间的误会 我很抱歉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DI虽然采纳了你的设计 但是署名还是会是穆总监 这个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当然不会了 我不是想出名 我就是想让大家看到 传统工艺的精髓 丁总 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一下 新品发布会 我可以参加吗 当然可以 这个我来安排 谢谢丁总 这一季度算过去了 你先暂时好好休息 想一想下个季度 你会给DI带来怎样的设计理念吧 我拭目以待 我可以的 我还有事先走了 改天请你吃饭 好 再见丁总 先把债务还清吧 莫辰 这是您交代定制的礼服 麻烦你了 长叔 莫辰 我知道您对慕临山小姐的感情 但是为了你父亲 你可千万不能心软 我知道 好 喂 眼下 什么事 你能来趟店铺里吗 我晚上有个聚会 可能去不了了 我就耽误你五分钟 五分钟 好吧 好 感谢你的帮忙 要不是你 消失光年 早已如流星般消失在银河里 有你的陪伴 我会尽一切努力 让消失光年 成为最闪亮的恒星 还有 我妈说 因为五百万认定你是我家女婿这件事 你别放在心上啊 给 给你的钱五万块 其实你 你 你 你什么呀你啊 这些钱呢 放在我这儿我怕丢 放在你那儿我才安心 好了 我知道你有机会 去吧 拜拜 怎么 看你的表情 应该是解决了迪爱下个季度的麻烦了 对 目前是解决了 灵山和延下的设计 共存在下季新品中 共存 可以啊 你怎么做到的 暂时保密 等新品发布了我再告诉你 你是被剽窃怕了吧 的确 现在还没有查到剽窃之后 我可不希望下一届的新品又发生同样的事情 是啊 要不 你们的辛苦可就全都白费了 这次的DI新品 我有一个建议 不知道你接不接受 收来听听 之前的新品发布会 因为许摩尘不满衣衣服的做工 让DI的发布会 遇到了一些问题 那如果这次 样衣的制作交由延下来完成 既可以体现DI新设计的概念 又可以 让DI成为精品 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延下是制作样衣的不二人选啊 喂 莫辰 这什么 五万块 延下还你的债 我还有个聚会 先不动说了 原来延下这么猜谜 是为了还支五百万 今晚的派对 你确定穿这个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吗 你别忘了 你是主角 不是去公司 我们是去派对 还是不要太随意的好 这不会是 我的眼光 果然适合你 这是 这是 你一直都在为别人设计 这是我特意挑你最喜欢的 这是没有选中的设计稿 去法国定制的 它们眼光没有错 不过 这份魅力 这份魅力只属于你 这身裙装也只属于你 这是你什么时候准备的 在你过生日的时候 可惜我没有等到你 你也没有出现 不过没关系 迟到的祝福 也可以发挥它最美好的祝愿 莫辰 走吧 美丽的女士 不要浪费它存在的价值 感谢你的帮忙 要不是你 消失光年早已如流星般消失在银河里 有你的陪伴 我会尽一切努力 让消失光年成为最闪亮的恒星 还有 我妈说 因为五百万认定你是我家女婿这件事 你别放在心上 你怎么一坐下来就拿着手机不放了 什么大事啊 这网店的客户实在是太多了 根本就忙不过来 有那么忙吗 来 我们两次 来 这网店的客户实在是太多了 人差不多到齐了 走吧 这位是齐刚 我最好的一国朋友之夜 这位呢 是我之前跟你提起的沐凌山 齐刚他掌管着 意大利高端手工冰淇淋品牌 中国的唯一代理 将会是我们好事 初次见面 很高兴认识你 这次请你过来呢 是要找你谈合作 我想在中国做一个 可供独立设计师交流的时尚生地 并结合你的品牌 有计划书吗 如果能按照计划书顺利完成 那么迪爱 也能提前完成上市目标 好事是你的梦想 所以我在全世界范围内 找到能匹配上的冰激凌 要知道 齐刚的冰激凌可不是一般的冰激凌 好多人找它 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不明白 冰激凌呢 是留住初心 甜蜜与苦涩 却在味蕾中交织 感情也一样 人生 有太多的意外 和错过 但所有的苦涩 都抵不上那份甜蜜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你 却没有用心去争取 那种放弃初心的缺憾 我不想让它成为我人生中的经历 灵珊 我不想错过 但不是你的感情 对不起 这样的拒绝 更坚定了我该做的事 丁总 召集宣发部门十分钟后开会 是 丁总 这次新品发布 我想提前预热 可是丁总 设计部的设计稿还没有交 怎么预热 别忘了 DI内部举办 牧总监和言下的比赛 而此次新品 是以比赛的结果设计研发的 但比赛的样衣 一共只有六套 丁总 这要提前预热 根本不可能 没有不可能 只有用不用心 这是我的计划方案 长叔 找一个偏一点的地方 把资料发到国外 莫辰 直接再加传送部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 我不想留下任何证据 好的 明白 我立刻去办 莫总监 这是修改后的设计稿 请您公布 交代样衣工厂 尽快赶制 是 牧总监 三娘 怎么样 设计搞定了吗 定下来了 我正要去做央衣呢 好 那交给我吧 丁总交代了 可是 上回公司设计被剽窃 你应该被丁总质问过吧 如果这回还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承担得起吗 放心的交给我 那 那 央衣做出来了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没问题 不过 这件事情 你千万不能跟牧总监说 OK OK 我知道你和LM的关系不错 所以我想请你这次邀请他们来参加慈善拍卖会 慈善拍卖会 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你是想通过公益活动 和LM谈合作对吧 还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 我知道LM除了注重设计之外 最重视的就是服装的品质 而我相信 以言下的手工艺设计 一定会让他们眼前一亮 借公益之名 吸引LM的注意 再谈合作 够高明 我再高明 少了你也不行 行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做 行了 喂 周琴 喂 丁总 设计稿我拿到了 好 你先去消失光年我马上到 行了 等你的好消息 我先走了 好 原来丁总是打算将样医 交给言下之所啊 喂 东西收到了吗 好 那希望你尽快发表 合作愉快 东西带起了吗 都带起了吗 这要是让牧总监知道了 肯定又炸锅了 这是什么 DI下季的设计稿 还有样衣的材质 和模特尺寸 我希望你能够 尽快地赶制出样衣 DI不是有固定的 样衣工厂吗 为什么要交给我啊 因为我想提升DI的品质 再者说 这季的设计里 有你的设计理念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 完美地呈现 牧总监同意吗 只要是对DI好 他有什么不同意的 好 这个活儿 我接了 可是 样衣制作成本的部分 我会交代周秦桧给你 至于你的薪资 由我来支付 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我马上可以开工 有个重要的事情 我要提醒你 千万别修改任何设计 丁总 什么事 您之前不是怀疑 炎夏是剽窃者吗 怎么又 我调查过了 剽窃者另有其人 不是的 哦 这样啊 还有什么 有 您说您把DI的新品样衣 交给炎夏制作 这万一要是让牧总监知道了 这事可大了 这我知道 所以 你一定要守好这个秘密 不然 没事回公司吧 看来这段时间 我得管住我的嘴巴了 你别是在家里 我知道你对 沐淋善小姐的感情 要不先吃完饭 再去工作 你先吃吧 我们要把事情先做完 门家 今天我好开心啊 谢谢你能来陪我 其实我今天忘了是你的生日 是莫晨带我来的 其实呢 你心里有很多开心的事情 想跟温小分享 但其中不乏夹杂着抱怨 你想和他撒撒娇 其实你想和他吃饭 就是想发现你高的姿态 做一个真正的女人 但是可惜 在温小的心里 你是个独立高的 并不需要他的陪伴 不是所有人的心 都可以被猜到的 你嘴上不承认没关系 但 你的身体出卖了你 光太贪言你 给我的耐心考验我 想我 会交损的一种 如果不走动 一切舒服 可是走起路来 始终不敢走 那你就站着不要走 人如果只站在原地不走 那又怎么会跟得上别人的步伐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跟着别人的步伐 那么优秀的你 应该站在原地等别人靠近 不承认是我 没能抵扰 让你坚信 坚意爱我 你一定很好奇 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吧 不是温小告诉我的 是我无意间发现的 这些都是我自愿的 我只要你开心 只要签了这份合同 成为这家店的古宗 我就永远是你的专属模特 丁文笑 你知不知道灵珊为了等你 在大马路上占了一夜 她就算自己生病 也不想放弃这次比赛 这个女人愿意为你受尽任何委屈 而你呢 你有担心过她吗 还是在你心里 敌爱的上市比灵珊更重要 公归公私归私 你能不能别毁为她 那你能分得清吗 如果你能分得清的话 那你告诉我 你对言下那些行为 怎么解释 这事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要逃避现实 徐莫辰 你能不能先冷静一下 你让我怎么冷静 如果灵珊真的出了意外 你能冷静下来吗 徐莫辰 你是不是关系跟我逃了 徐莫辰 在你的心里 难道就没有我的角落吗 我的心 已经被温潇添了 没有办法 容下其他一丝感情 但你对我的好 我永远都记在脑海里 但是这里 只属于温潇 为了你父亲 你可千万不能心软 你可千万不能心软 谢谢你啊 莫辰 帮我完成了灵珊的梦想 别会作异 这是我个人的梦想 你们的梦想都完成了 可是我的还没有 看来我还是需要努力啊 职场精英说这样的话 几个意思 我需要你用你的专长来帮我 我需要你用你的专长来帮我 你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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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担心 你挑哥 如果是摆滚 你牵手 我可以再与你 这是我们首次和公益慈善合作 以后我们也会将我们的部分收益 投入到慈善事业当中 所以我们DI关注的 不仅仅是时尚潮流 还关心社会的温暖 没想到DI能有这么高水平的制作公益 这正是我们在亚洲寻找的合作伙伴 谢谢您的赞赏 我们到目前为止 也在寻找合作的海外厂商 所以我希望能够借由我跟您的合作 能够创造互惠公益 我也希望能够让世界上更多的人 看到我们亚洲 看到我们中国的公益之能 下个月在上海举办的国际时装周上 LM亚洲区域总监决定 将协同我们DI一同参加 这是什么样DI提升至国际啊 没错 我们这次在上海国际时装周上 LM将展示由慕总监所设计的斗篷 我也决定将慕总监设计的斗篷 规划到下一季的LM附属品牌里 恭喜你啊 慕总监 LM可是第一次破例收入华人的设计 前途无量 这次的创举我们做股东的一定要大力支持 DI能和国际接轨 那么上市的目标也就很快能够达成 我很满意 温孝 谢谢你送我这份大礼 我原本还以为 温孝 还是你有本事 每次都能出气直升 让那些老金巨华的股东们 一反常态地支持你 我要感谢你今天的表演 要不是你 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那你打算 什么时候发表DI的新品 样衣我已经交给蔡宁 在感知中 如果不出意外 两周内会完成 LM可是非常挑剔做工的呀 不知道啊 DI的样衣工程是不是可以打倒 这件事我会亲自监督 温孝 大火成功 我们需不需要庆祝一下 改天吧 我和灵珊还有事情要聊 好吧 你们聊 温孝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是这样 我们刚和LM合作 我希望你能够在设计的部分 多花些心思 至于质量的部分 交给我来处理 我们分工合作 也对 我要在国际时尚潮流的舞台 留下沐灵珊三个字 你们必须要赶在DI新品发布会之前发布新品 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听温孝 你的局做得越大 离开DI的时间就会越走 网络销售已经接近尾商 库存量不多了 扣除成数 款项已经全都打到你的账号上 我表现这么好 你有没有打算跟我长期合作 或者让DI聘我到公司上班啊 DI一直走的都是正规渠道 这次会走网络销售 也是逼不得已 那我不是没有机会了吗 机会 什么机会 没有没有 丁总啊 你有没有想过 试着说服DI股东网购啊 这是最新的销售手段 既能够节约房租和人力 还能够提高利润 你说的这个 我会考虑 我说服不了你 言下总可以了吧 对 言下 哟 尼斯奇 这段时间毫无音讯 怎么又突然出现了 是因为我在忙 你不知道 我都快成为网购达人了 网购达人 卖仿冒品吧 继继 什么仿冒品 我卖的可是正版的DI服装 开什么玩笑 DI什么时候开始做网络销售了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那就长话短说 是丁文啸 拜托帮他销售上一季的DI服饰的 丁文啸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说的是事实 但是我今天找你来 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 言下 你能不能帮我去说服丁文啸 让我在爹上班啊 哪怕不付工资都可以的 牺牲这么大 百分之八十是为了许莫辰吧 知道就可以了 干嘛说出来 我帮不了你这个忙 那我之前的努力 不全都白费了吗 我不跟你聊了 我还要工作呢 干什么工 DI下一季要发布的新品样衣 那个难搞的慕名山 对严下改观了 严下 你说服不了丁文啸 但是另一个忙 你肯定帮得上 丁文啸 你怎么没去监督样衣制作 我和文啸分工合作 他负责监督 我呢 就是准备和LM 要用到的设计稿 来这儿是为了找灵感 丁山 你拒绝和外界的一切合作 真想一辈子死绑在迪爱 我不是想死绑在迪爱 是绑死文啸 莫辰 你对我的好 我很感激 但我的心 是不会因此而动摇的 喂 严下 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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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许某辰 你能 能不能来店铺一下 找你有 那个 着急的事情 严下 我 很 很着急的事情 五分钟 五分钟 好吧 反正我在这儿也是多余的 不打扰你找灵感了 一会儿许某车来了怎么说 放心 我早就想好了 你就说 新品样衣需要他现在的尺寸 你呢 负责记录 量身这种小事就交给我好了 雷思琪 这种尺寸你都想得出来啊 灵活运用你懂吗 再说 这可是 你的坚持 对 谁让我交了你这么个好朋友呢 五分钟是吧 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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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山和岩夏的设计 共存在下级新品中 共存 可以啊 你怎么做到的 暂时保密 等新品发布了我再告诉你 你是被剃窃怕了吧 的确 现在还没有查到剃窃者 我可不希望下一届的新品 又发生同样的事情 这次的DI新品 我有一个建议 不知道你接不接受 那如果这次 样衣的制作 交由岩夏来完成 既可以体现 DI新设计的概念 又可以 让DI成为精品 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我知道你不喜欢岩夏 但你也没必要在公司的股东会议上 提议和岩夏比赛 只要是公平的比赛 就不怕被人说 怎么 担心我会输吗 站在公司的立场 神术神赢并不重要 完成DI的上市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完成DI上市的目标 温笑 才能真正属于我 下个月在上海举办的 国际时装周上 LM亚洲区域总监决定 将协同我们DI一同参加 这是准备将DI提升至国际啊 没错 我们这次在上海国际时装周上 LM将展示由慕总监 所设计的斗篷 我也决定 将慕总监设计的斗篷 规划到下一季的 LM附属品牌里 DI 能和国际接轨 那么 上市的目标很快就能达成 温笑 谢谢你送我这份大礼 我们刚和LM合作 我希望你能够在设计的部分 多花些心思 至于质量的部分交给我来处理 我们分工合作 也对 我要在国际时装潮流的舞台 留下慕鳞山三个字 什么事找什么急啊 是这样的 DN夏季新品的样衣制作呢 已经交由岩夏了 你也知道 岩夏的坚持 所以请你过来测量一下尺寸 原来样衣是交给岩夏来制作 怪不得温笑才会把柳山给支开 岩夏不是由我尺寸吗 那是好久之前的了 岩夏觉得不够精细 所以 邀请你过来再测量一次 我来量 为什么是你量不是岩夏 因为我是岩夏的助理啊 这种小事 怎么好意思让他亲自做 你说是吧 凉吧 岩夏的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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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文啸先生 你愿意娶你面前这位美丽的女子为妻吗 在神的面前和她结为人生伴侣 安慰她 保护她 爱惜她 视她如珍宝一样吗 无论她疾病还是健康 富裕还是贫穷 都始终如一地带她到永远吗 我愿意 慕玲珊小姐 你愿意嫁给你面前这位英俊的男士吗 在神的面前和她结为人生伴侣 陪伴她 相信她 支持她 依靠她吗 无论她疾病还是健康 富裕还是贫穷 都能始终如一地和她走到人生尽头吗 我愿意 多么希望灵珊这笑容是阴命化的 丁文笑 我会拆穿你一切的红颜 多么希望灵珊这笑容是阴命化的 多么希望灵珊这笑容是阴命化的 你要加大对迪艾的投资 对 现在迪艾和LM合作成为媒体热搜 所以我想趁热打铁 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国际品牌 提升迪艾的品质 成为精品 可以 是 谢谢文董事的支持 你做事一贯自作主张 这一次怎么想得来找我了 这毕竟是迪艾内部的大事 再者 加大投资 需要多数股东的支持 你比你爸 更有魄力 这事就由我来主持吧 诶 怎么了 变成百富美的工作不做了 网购那件事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什么更重要的事 非得穿着这么花枝招展的出门 什么叫花枝招展呀 这叫礼仪 你懂吗 真的是没品位 懒得跟你说 这个聂斯奇肯定又在搞什么鬼 我该不会是被骗了吧 不行 站在室友的立场上 怎么说 我也得关心一下 喂 丁总 央仪准备得怎么样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按时交稿的 那就好 不过不要因为要交稿 又熬夜加班 还有记得按时吃饭 知道了 怎么比我妈还啰嗦 行了 不耽误你了 你忙吧 这是在关心我吗 我想多了 我想多了 闻笑 给 这是我昨天晚上连夜赶出来的设计稿 你看一下 设计的款式还不错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也能够提供设计稿 毕竟和LM合作这是我们共同的创作 我会尽快提供我的设计稿的 样衣进行得怎么样了 需不需要我去看一下 不用 样衣制作我已经问过了 很顺利 丁总 牧总监 是 林珊 我和周琴还有事情要聊 好 那你们聊 丁总 您 您找我什么事 样衣制作的款项你会给颜下了吗 正等您签字呢 今天一定要汇出 是 丁总 丁总 您觉得瞒着牧总监 让颜下做样衣的这件事 妥当吗 只要是为了DI好 没什么妥当不妥当 知道了 丁总 喂 可贝 DI下季度设计稿已经订稿了 我不希望再出现任何问题 你帮我盯进徐墨尘 你先将资料整理一下 打包成邮件 邮箱地址我会告诉你 至于发邮件的时间 我会另行通知 好 没问题 尾款今天就会到账 合作愉快 DI集团要开股东会 你思琪打扮成这样是来找颜下的 不可能 今天打扮这么漂亮是有约会啊 没有约会啊 那是什么呀 也当你助理啊 帮你制作DI样衣 打住 我请不起你 我免费 思琪 讲真的啊 像昨天那种游戏啊 咱们以后不要再玩了 这脸丢不起 你放心 我还有别招呢 你还有什么损招啊 这样衣的制作过程呢 肯定是需要试穿的 不用徐墨尘来 我可以上门服务啊 不会吧 聂思琪 是闺蜜就帮我 疼 肯定是徐墨尘这小子给他下药了 啊 借由和ILM的合作 DI可以撬开 国际时尚界的大门 所以我想加大目前的投资 不知诸位股东们是否赞同啊 这么投资 风险评估过吗 市场讲求的是机会 在座的各位 今天能坐在这儿 是因为风险评估还是因为机会啊 错失了这次机会 也就错失了DI的上市 我想大家可不希望多年的努力打水漂了吧 看来大多数都赞成了 那么这个决议就通过了 丁总 好 那就麻烦你尽快提出项目投资计划 文肖 该帮你的我可都帮了 别让我失望 放心 文董事 DI上市也是我爸的心目 我不会让股东们失望的 好 期待你的好消息 谢谢文董 丁叶 你这个儿子 可比你了得呀 新品牌样衣的质量 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可在批量生产上 你现有的生产性和品质 肯定过不了关 这个问题 必须马上解决 国内生产线 能够达到国际制作公寓水平的成绩啊 我想眼下可能会认识 和我同等公寓水平的工厂 对 因为LM非常注重品质 我想想啊 这是他公司地址 对了 唐总 我爸说他收了一个学徒 离开以后呢 在外面开了一条生产线 好像只收国外的代工 你有他联系方式吗 我想想 这是他公司地址 和LM合作 至少没有影响 我之所以非常建议 跟国内的品牌合作 就怕那些企业不成熟的理念 影响产品的质量 影响我们代工厂的信誉 这个我知道 所以我之前一直没有来找您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和LM的合作 我也希望DI能够走上国际 才敢来拜访您的 我也希望能够弥补我们之前 做工不足的问题 敢于承认自己品牌的不足 丁总啊 你可不是一般人哪 像这样的话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 我希望我们走的是国际高端路线 所以我们的选材可以和LM相同 甚至比他们用得更好 那这样的话 你们公司可能会付出更多的成本 这不是问题 我希望我们都能双赢 嗯 那这样我们尽量控制制作成本 为DI多争取些利润 那就谢谢唐总了 唐总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喂 长叔 我现在在灵山家楼下 我好像被人跟踪了 车牌号是月币6L Y3X 你帮我找人调查一下 跟踪你的是集团法务部律师 名字叫何贝 最近他和丁文啸走得很近 莫辰 你要当心啊 喂 莫辰怎么了 文啸 你现在在哪儿 在会公司的路上 那刚好 我的车不知道怎么 坏在路上了 可以过来接我一下吗 行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现在过去 这个许莫辰突然停车 是在打电话给谁 肯定是接头的 用大意 喂 怎么样了 两周之内可能发表不了 好的 我知道了 我会替你们争取时间 一定要赶在DI前面 喂 文啸 你大概什么时候回公司啊 可能还要一会儿吧 莫辰的车出了点问题 我要去接他 好吧 那你忙完给我打电话 好 看来 订好的餐厅 又要取消了 怎么会是听文啸呢 走吧 要去哪儿我送你 车没什么问题 人有问题 怎么听你说话老怪怪的 乖吗 谁让你跟踪我的 先生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没有跟踪你了 这个怎么解释 这不关他的事 是我让他跟踪你的 我为了防止剽窃再次发生 所以 所以你就跟踪我 怀疑我是剽窃者 丁文啸 DI可是我父亲的原创 如果我是剽窃者 那么你们就是掠夺者 徐某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从个人经营变成集团 是商业的经营模式 也是由你父亲许可的 你凭什么说这是掠夺 成为集团以后 我父亲就失去了主导权 全公司都要听你父亲的指挥 这不是巧取豪夺吗 那也是为了DI的长期发展 再者说了 不管以后DI的发展有多大 永远都少不了你父亲的 那一份股权 丁文啸 别跟我谈商场上那一套 我要的是感受 感受 对企业管理毫无意义 我要完成的 是我父亲交给我的一切 也包含和凌珊的婚约吗 这跟你有关吗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和凌珊保持着距离 不就是要逃避你父亲之前的婚姻吗 在你眼里只有DI根本就没有凌珊 你只是利用他完成你的计划而已 这是我父亲安排的 我没得选 什么叫没得选 我知道你一直喜欢凌珊 我也愿意给凌珊自己选择的机会 如果他选择了你 我不会成为你们的阻碍的 我知道你更重要的事是什么了 我说 男人这么八卦 是不讨女人喜欢的 那总比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硬操到一起强吧 你说什么 我是说 这天上飞的跟地上爬的 这地上爬的爬得再高 你也摸不着天上飞的脚底 怎么可能看上你呢 任逊 你说我是地上爬的 别别别 我就是做个比喻 我认为啊 你就做你的网红 何必自讨没趣呢 我不想再被那些 乌七八糟的黑粉 进行网络暴力了 我也不想再当花瓶 花瓶怎么了 你看看放假里多亮腾啊 我还真觉得 你那直播挺有意思的 要是有人再攻击你 我帮你还击 不用 你别把我好心当成驴肝肺行不行啊 我就不明白了 那个许摩晨到底哪儿好啊 这远的咱就不说了啊 近的都比他好上百倍 你 你 你也觉得吧 我爸做个梦 我 我有那么含着梦 我 喝梦 好 眼下 最近 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 别跟我装傻 当然是你和许莫晨的关系了 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妈 那天我看到她陪着姐 挺好的 没问你 没问你 问你姐呢 妈 您这么问我姐 我姐怎么好意思回答得上来啊 姐 你说是不是 是啊 是是是是 你看 感情的事妈 您就别操心了 这东西急不来的 你说这话好像你是过来人似的 妈 小孩子懂什么呀 别插嘴 我们零零后的和你们不同 我们零零后还真懂得不少 以后我说话你别插嘴 听见没 您看 这就叫代勾 妈 姐已经够辛苦了 您就别再折腾她了 妈 我是忙得挺累的 我想休息了 行 眼下 别忘了别人的好啊 知道了 妈 以后我说话你别插嘴 嗯 要不然我扣你零用钱 妈 您这种威胁别人的行为是不对的 我跟你说 你姐的幸福 那才是最大的事儿 姐 说实话 你是不是跟丁总在一起了 你放心 我绝对支持 妈这边我帮你打掩护 别胡说 赶紧睡 是 爸 消失光年的精神和手艺 终于有机会站在舞台上了 女儿没有辜负您的期望 周琴 嗯 你明天去跟DI原来的生产商谈一下解约的事 我 我 丁总 我可没那么大能耐 你有多大的能耐我清楚 你只是怕得罪沐总监 既然您知道 那还让我去抗雷 我并不是让你抗雷 我只想解约时间 你去谈解约的事 我来说服沐总监 我们分头行动 那万一生产商那边不同意解约怎么办 合约我看了 有效期还有不到一个月 如果我们不续约的话 一个月之后等同意作废 而现在解约的话 我还会给予赔偿 丁总 那为什么不等一个月后 合同自行作废啊 投入生产是具有时效性的 为了弥补DI做工不足的情况 我必须给新的生产商多争取些时间 明白了吗 拿着 还有 你一份新的生产合同 好 我明白了 明天就去吧 明天将照片整理一下 打包成邮件发出去 解约 是啊 今天 丁总的助理周琴 来找我谈解约 我也是一头雾水了 您交代的材料都备齐了 就等涉及搞一道 就作业 哪知道 方叔 你别着急 我现在帮你处理 凌莎 你来得正好 我有事情要找你商量 是关于生产厂商的事吧 你连说都没跟我说一声 就自己决定了 是在跟我商量吗 我知道你家和方叔家世交的关系 如果你不是碍于情面 你真的觉得他们的做工可以吗 我可以要求他们改进吗 要改早改了 DI的做工始终会被别人诟病 我不想这次和LM的合作 也败在这个点上 我相信你也非常的清楚 LM的合作要求是什么 要让DI走上国际 我就必须修正这些缺陷 凌莎 你不会不同意吧 好 就算要更坏生产厂商 也不用选择这么恶狠的手段吧 在商场上没有任何人给我机会 所有的机会都要靠自己争取 凌莎 如果不放弃现在的生产商 那么和LM的合作也只是泡影 而我现在做的 也不过是踢开影响DI上市的 绊脚石罢了 方叔 别以为牧总监能够挽回什么 丁总之所以这么做 原是因为你仗着和牧总监的 世交关系 偷工减料玩我们DI啊 什么 你胡说什么 我可没胡说 DI最让人诟病的 就是他的祖宫的质量 这你应该很清楚吧 你 你 喂 林婶 方叔 好 这件事关乎到DI的上市 我实在做不了主 帮不了您 不好意思啊 这就是因小失大的后果啊 签吧 否则你的损失会更大 我们也不愿意 你可以不愿意 颜下 怎么样了 还有多久才能释穿啊 还有多久呢 不知道 但是现在还是不可以释穿的 怎么那么慢 我都快着急死了 你不着急 我还着急呢 你放心 坐好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别想赶我走 我就在这儿等着 哪也不去 这么巧啊 巧什么巧啊 我是来给严夏当助理的 你来干嘛 我当然是来关心严夏的 看他有没有被欺负 谁欺负严夏了 我又没说你 丁严夏我呗 人家小两口吵架 关你屁事 你自己 什么小两口 别胡说 你看 你肯定是怕许墨诚 看上咱家严夏 才故意把丁文孝 介绍给他的吧 你们俩是不是欺负事 再胡说八道都给我出去 行 我闭嘴 走啊 走啊 哎呀 走啊你 你说你烦不烦 能不能别像跟屁仇似的老跟着我 我跟着你 你别臭美了 跟着你 那你来严夏这干嘛 说呀 说不出来了吧 仁逊我告诉你 就算摸不着 我也得摸一把脚底试试 你别碍我事 好聂思琪 我也告诉你 到时候你要是真受伤了 千万别又来找我哭鼻子 绝不找你 麻烦你 马上消失在我面前 谢谢 凭什么你 你说消失就消失 你不消失 我消失 哼哼哼 邮件已经发送了 你给灵珊选择的机会 我也给你丁文啸选择的机会 咱们合约已经签了 定金我已经收了 现在呢 就等你们的设计稿吧 没问题 我会尽快把设计稿给您 一切都就绪了 就等眼下的样衣制作完成 DI上市就差一步了 眼下 到底还有多久才能试穿啊 眼下 眼下 好 可以试穿了 打电话告诉许风尘 可以试穿了 我给他送过去 打 喂 喂 许默尘 那个样衣做好了 可以试穿了 我让四季给你送过去 如果有任何不合适呢 你就跟四季说 然后我来改好吗 不用麻烦了 待会儿我自己过去 一会儿见 怎么样了 他说不用你送了 他自己也会过来 也行 我等他 丁文笑 我真想看看 你怎么收这个场 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 在你心里 到底是DI重要 还是我重要 你和DI在我心里 一样重要 林珊 关于这次新品的发表 我有些个人意见 明天上班的时候 交易你参考 你什么时候 对设计感兴趣了 只要是关于DI上市的一切 我都感兴趣了 好 不过要有设计理念 而且跟我的不冲突 这是谁画的 我画的 这画风 怎么像是幼稚园的 画图不是我的专长 抛开画工 你觉得用动灵少女 明星做理念怎么样 以暗色元素 为色彩基调 加上一些亮色系的点缀 这个想法不错 我会把它融合到 这季的设计中的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文笑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是这样 我们刚和LM合作 我希望你能够 在设计的部分 多花些心思 至于质量的部分 交给我来处理 我们分工合作 样衣 进行得怎么样了 需不需要我去看一下 不用 样衣制作 我已经看过了 很深入 明星 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 瞒着我 是不是为了DI上市 你真的可以不顾一切 包括我 丁文笑 在你的心里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 当成你的未婚妻 这里是公司 你说话注意点 我不在乎公司 怎么处置我的位置 我在乎的是 你背着我跟阎夏来往 我好不容易 靠自己的努力 让阎夏离开了DI 你却背着我 偷偷地跟她交往 凌珊 你听我解释 我来帮你解释 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了DI上市 对吗 你交给我的设计稿 说是你的设计理念 其实都是 严夏的设计理念 新品的样衣制作 你也背着我 交给了严夏 丁文霄 是不是在你的心里 我穆灵珊 所做的一切努力 都不如言下 你是在利用我 利用我帮你完成上市 上市之后 你就一脚把我踹开 然后你们两个 共同享有现在的成果 凌珊 你完全误解了 是我误解 还是你在强辩 丁文霄 我不会让你的计谋得逞的 我会毁了DI所有的一切 我说慕灵珊 我说你能不能先冷静一点 要我冷静可以 现在立刻断了跟严夏 所有的联系 不管是工作 还是感情 五颐灵珊 好 我马上去助理 丁文霄 希望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四季 你要不要先试试样衣啊 不用了 合不合适已经不重要了 怎么了吗 我是来替DI收回制作的样衣 还有设计稿 至于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你要想了解的话 打给丁文霄吧 你可以接 但你别怪我 丁文霄不接电话 我想她应该再忙吧 不忙了再让回回给你的 你先把东西收拾一下吧 我要带回迪爱 完了 一切的美梦又破碎了 莫总监 一会许莫辰会把眼下的洋衣拿回来 你把他们全部销毁 所有洋衣重做 莫总监 这样会耽误新品发表时间 待不耽误我不管 全部重做 是 莫总监 丁总 这件事是不是闹得有点太大了 现在外面的员工们都在讨论 您和莫总监的关系 董事会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掀起轩然大波的 我知道了 你先别烦我 让我进去 是 是 丁总 喂 文肖 你知不知道出了大问题了 我知道 公司不允许夫妻双方在同一公司任职 既然知道 还明知故犯 文董 那只是我父亲口头上对慕灵珊的承诺 我们两个并没有夫妻之实 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 我可帮不了你 你和莫总监 只能留下一个人 文董 能不能等新品发布后 和LM步入正轨 我再离开 留下灵珊 我尽量 但我不敢保证 谢谢文董 养衣和设计稿都在这里 麻烦你了 徐先生 不客气 牧总监呢 牧总监已经提早下班了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